B組的最後一場賽事 選擇直接變換路線 成功躲掉幫助隊伍取得勝利 沒錯就是如何去躲掉 前面的車禍也很重要 路線掌握就是不一定要全程都貼了牆壁 因為有時候那個路線前方 就是會發生車禍 所以場上的八位選手如何去防範 這個失誤的車禍都很重要 好的4月18號 我們K1聯賽B組的最後一場賽事 由珍光金絲高來對上品客的 團隊金絲賽第一場賽道來到城堡 記錄保持人1分59秒08 由CC的彩員留下的紀錄 這邊的話就下去之後 是我們的珍光這邊的話 掌握了比較好的名次 哇 珍光如我們春春老師所說的 誰都可以站出來 尤其是今天狀態火熱的SKY選手跟雜欄選手 現在是分別佔據了一二名 選手雖然也在第三名 有辦法追上他們但是現在 稀不太到尾流的情況下略顯尷尬 對 那目前的話我們的品客這邊的話 只有中間的名次掌握比較好 那正光的部分是長一下一二名 跟後面是一個六八名的名次喔 目前完全沒有想到的是 喔 這個地方選手過得稍微有點驚險 對 那個地方 每輸還好輸的話可能就會直接逆向了 這個地方其實漸漸披進前面的 雜欄跟SKY選手 而且他後面的GIN 喔 可以看到其實從第四名以後落後的有點遠喔 對 那還是城堡蠻常見的狀況是 每一位選手會變成兩個集團也是蠻常見的 那前面是我們的局部二打一的局面 那我們的SKY跟雜欄選手 是領先的蠻遠的互相交換領袍 互相吸尾流互相交換領袍的情況下 那宣選手有沒有機會去貼近他們二人一打二 欸 碰在一起了 哇 但是這兩個人出現了對上的情況 魚翁得利 讓宣選手魚翁得利直接來到了首位 對 不過這個突敗的出彎是有一點點粗糙 也讓我們的雜欄有機會可以做一波助攻 對 這一波又再度回到先前的名次 但是這個距離其實已經不好說了 對 那七八名七八名 那這樣的話宣宣很重要 宣很重要 代表第二名絕對不能丟阿 對 可是那比跟HOME選手 哇 這樣一二跟六七之陣都很重要 這裡名次的爭奪顯得十分的精彩 對 這個地方宣選手其實越來越貼近 雜欄選手兩個人甚至有點名次互換的情況 對 二三跟六七都是關鍵 脫飄脫飄 這個是剛剛的燕民脫飄區域 能不能尾流吸到嗎 沒有 還沒 還沒爆開 尾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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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 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由SKY率先通過終點線砸了第二名 成功的為震光金屍高拿下第一場比賽的勝利 哇 這一場確實是靠著SKY跟找兩個人選手 扛下這個衣 手感固且不認 雜欄選手適時的站出來 為對自己的隊伍取下的勝利 就是剛剛春春老師所提到的 誰都可以站出來 就是一個強隊該有的姿態 第二章賽道來到了我們的童話 震光能不能2比0直接盡早聽牌品客呢 對 那這邊的話起步是我們的童話的老樹根 太貼了 乃到我們的旋 完了 我好久沒看到有人撞在老樹根上面了 而且還乃到後面的選手 很尷尬 在這種情況下 其實蠟筆來到第一名 俊選手雖然在第二 但是他的位置真的不太好 對 那目前的話 我們的震光是老實比較好的一個名次 那前面只剩下俊選手一個人在追擊我們的蠟筆選手 唯一的好消息是蠟筆選手跟紅選手 紅紅選手其實落後的並沒有很遠喔 對 那目前中間的名次都算是交叉的名次 所以每個名次都很重要 不過小職通目前上來助陣我們的蠟筆 欸 蠟筆失誤了 哇 這個失誤直接送出了1、2名給進跟蠟筆選手 哇 那這個失誤也讓我們的品客這邊是有機會 捷徑點 3X選手受到對手的影響 捷徑點的路線比較外漂一點 讓蠟筆選手也曾經來到第二名甚至四五名都落在了品客的手中 對 那目前的話震光的後面三個選手是捷徑之後都不見了 他們是不是掉下去了 不然怎麼會落後的這麼遙遠呢 對 那前面這個失誤 我覺得這場已經幾乎可以判死刑了 因為落後太多了 現在唯一的 劇本又要寫起來了嗎 3X選手1打4把全部的人撞下去 這是唯一的勝算了 對 那這一場我相信品客應該是完全不會給對方任何一絲機會喔 尤其在這段這麼困難的賽道 又甩 這邊的話只剩下三差一個人在立扛對面四個人啊 對 這裡3X選手上個場比賽雖然在第八名錯的時候 但這場比賽從上的地方可是最大的問題在於說 他的隊友在上一圈的捷徑點掉了下去 他現在只剩下一個人在前面要以一擊之力挑戰品客的四位對手 這要逆轉比賽恐怕是癡人說夢 除非對面在這個捷徑點也全部掉下去 但看起來結果不是這個樣子 我們可以提前恭喜品客防疫少年團在這個地方取回了一瞬 在團隊競速賽跟陣光金斯高贊成了1比1的平手 對 那這一場確實是陣光金斯高發生了滿嚴重的主動失誤 然後也剛好帶到自己的隊友 那第一圈後半段下異國的那個捷徑點跳完之後 品客就是四打一的局面了 那個跳台可能有至少我預估有一兩個人是直接跑到外車去喔 對 那個落後大到什麼程度呢 大到我們看前段 由11留下的2分00秒51 而且這個紀錄好久都沒被人破了 海盜跑的次數其實不算少喔 從玉璇在跑到現在的紀錄 那出去之後是混選手跟小直通 陣光都很近誰可以搶到臨跑呢 太貼了 紅選手直接被卡住了以後陣光的3X跟小直通 還有陣選手品客的直接來到前面的名次 對 那這邊的話陣光這邊是奪得 這邊是被卡了 是我們的小直通被卡了 小直通被卡下去以後陣選手跟紅紅穩在了3-4名 但是他們前面有是蓋跟3X後面有砸了個小直通 第七第八名的混跟新選手已經在小地圖上看不到人影了 對 這邊的話走一個外切內的路線 岩漿區域能不能把他推下去呢 沒有 太貼了 還差點來到我們的3X跟3X這個躲車都躲得蠻漂亮的 這個地方距離並沒有被拉開 來到這裡的話 哇 掉下去了 掉下去的紅紅選手 哇 那這樣的話陣光反過來跟3X反過來 是佔據一個很好的名次喔 這個地方其實對防疫少年團品客而言 算是一個巨大的劣勢阿 對 不過目前沒有像3X那麼的絕望 至少目前還看得到前面的兩位車手的身影 那因為我們海盜祕寶有所謂的跳台區 所以只要一個不小心掉下去的話 名次都有可能會轉變 而且現在有一個很大問題是3X跟炸彈選手離的其實有一點太近囉 這個稍微偏危險了一點 沒錯 看一下我們的紅選手能不能給他們 欸 掉下去了 主動性失誤 直接把中段名次讓給了品客 會不會靠著中段名次勝利現在是2 3 5 8 就代表第七名假如失手 第七或第三失手的話就很危險了 哇 中間大混戰 中間2到6名一個大混戰 這邊又失誤了 哇 俊選手直接拉過頭 喔 正光又拉回來了 沒有想到結果其實算是SKY跟小子東還有炸彈選手又補了上來 但是3X選手已經被紅選手逼近了 對 目前的密寶區域 寶藏區域 哇 歪了 哇 整個地方路彎路線沒抓好的情況下 把第二名拱手讓給了SKY選手後 看起來這場比賽沒有任何的懸念 我們恭喜正光金之高 在這個地方3X選手第一SKY選手第二取得了勝利 對 那這場其實三叉的表現非常的好 他的領跑就是沒有發生太大的失誤 那反而是後面的原本是一個 正光金之高就可以3比1帶走品客 那品客當然不想要讓你在這裡結束掉他們取分的機會 能夠贊成2比2的平手應該是他們想要最想要的結果 對 雙段位之後出去是HOME選手 不過後面4台全部都是正光金之高的選手 但是這4名正光金之高的選手其實貼得很近 然後中間還混著一個選手 哇 太外了 這個地方的失誤太外了 撞到了牆上 對 哇 這個又失誤了 那這樣的話慢慢把至少把氣給調整回來 慢慢來 慢慢追 慢慢追 可是這兩個失誤也是直接讓我們SKY跟LUB 有拉得更遠了 先穩住自己的車頭 不然的話假如後續影響到就不太好了 他的隊員選選手衝了上來頂了他一下 對 那目前的話就還是進到可以追到的一個距離 欸 SKY 失誤了 對 SKY頂了一下牆 不知道為什麼 對 自己控側沒有控好 然後也給了HOME可以吸尾流的機會 這裡吸得到尾流的情況下 那抱尾流直接衝從外側牽內 這個地方卡了一下SKY選手 但是又卡到自己的隊友 所以結果並沒有改變 因為SKY順勢了卡位之後 也讓我們的HOME跟炫這邊有一點點卡位的問題 那比這場跑蠻快的 那要注意的是後面的小直通是落後的很遠 所以中間名次很重要 目前第三跟第四名的SKY跟3X選手 其實這個名次假如手不住到很危險 好像有人已經掉下去了 2357 2356 反轉 反轉了嗎 2356名這個位置的話 蠟筆就顯得至關重要 他有打算嘗試做攻擊嗎 3X選手有沒有辦法拿到第二名 第七 第八名看起來應該有點 2456 2356 哇 這邊中間名次是品克這邊拿下了 結果看起來應該就是2357 雖然SKY選手衝傷了第六名 但還是沒有辦法改變比賽的勝負 我們這裡恭喜品克防禦少年團 拿回了一分 更正光晶之高 贊成了1比1的平手 哇 31.61 蠟筆是跑出自己的風采 不過中間名次品克還是贊 對 哇 最後一張竟然也是會是 這一張 城鎮南山是一張尾流的賽道 強制誤開的地圖 而且紀錄保持很期 就是剛剛11流下的紀錄 而且那場比賽其實是有兩個人破紀錄的喔 對 這邊的話 正光起步是蠻虧的 因為SKY被推到石頭 然後蠟筆是有點跌跌撞撞的 前面的名次都被品克搶走的情況下 後面第八名SKY落後的有點遠 對 那這樣的話 目前以這個落後的幅度來說 確實是比較遠的 那當然我們還是看一下前面蠟筆的表現 蠟筆有沒有辦法一個人拯救整隻隊伍呢 他的隊員3X跟札樂其實也補了上來 其實沒有 不是沒機會去贏下這場比賽的喔 對 那直線來說 至少1到7名的距離都還算接近 是可以7到5的距離的話 那都還是有逆轉的機會 目前蠟筆選手在前面一個人單挑 宣跟進宣說兩位 欸 這邊失誤了 那蠟筆的話補上第二名了 那感覺是給了一點點機會 內切哇 這裡被凹到了 以後直接掉了下去 名次又被品克給拿走了 哇 都是敵人啊 全部都是藍隊的 蠟筆很難受啊 隊友呢 救一下 這裡有沒有隊友來救他們一下 看起來後面雜燃選手跟3個選手 自己也有點自身難保 雖然說距離並沒有被拉遠 但是暫時還幫不到蠟筆 對 品克的4名選手都直接對著蠟筆一直攻擊 可是目前的名次來說還不一定 因為紅的上來了 好近 好近 這太近了吧 1到7名 這個好近喔 7個人擠在了一大團 誰勝誰負不好說 這個結果是我們這次第一次比賽 看到最後的左彎過去 後選手從內線超車成功拿下了首位 雖然23名落在了陣光金斯高的手上 但是最後1457的結果 還是宣告著品克的勝利 這場比賽有夠刺激 有夠精彩啊 7個選手都擠在一起 而且最後的秒數人 是7個選手只差了1秒又1.2秒 對 這是什麼畫面 剛剛那個畫面超級超 光致要面對了我們B組 普遍公認S級道具強隊的品克 有沒有辦法再創一場奇蹟 接下來就讓我們拭目以待了 這裡雙方選手也已經準備就緒了 品克對上陣光金斯高的團隊 道具賽比賽即將開始 對那起步的部分也很重要 是蓋開的是我們的冰屋 後面的話是萬物也是開了我們冰屋 水上岩之後 兩個盾牌 所以兩個盾牌拿好拿滿的情況下 蠟筆也在前面 看起來陣光情勢一片大 但是正在剛開始道具賽最後的贏家 才是真正的勝利者 這個冰球 萬物選手手上有冰球很恐怖 對手上有冰球 這個地方萬物受到了攻擊 但是他冰球有沒有打算放呢 他還在等他還在等兩顆冰球 但是這裡直接被弄 這裡冰球什麼時候要丟 對這邊可能是有遭受到對方的一個針對 持續針對對方的一個王牌做攻擊 對這個地方打雷打下來但是身上有盾 但是這個盾已經結束了並沒有擋住這個打雷 對 哇這個剛好是沒辦法走到捷徑 因為是在捷徑點通過到了一個炸彈的攻擊 哇這裡陣光其實其實是一片大好 但是所有選手碰在一起的情況下 讓進選手來到了守衛 對那這樣的話又很難說了 捷徑點 拿到一個掃描偏尷尬 對蠟筆也上來了 鏡子第一 哇這個直接讓整個戰局都一箭三雕 但是這裡小植通直接吃到一個冰球以後 混選手來到了守衛 對這一局很難說 這局很難說 正光跟蠟筆來到一二名 這個解飛碟握在手上 但是另一個是香蕉這個鏡子通行 轟在臉上飛碟 解掉秒解 對萬物選手的飛碟解得非常的快 這裡直接解掉他的飛碟以後小植通第一位 但是要準備吃飛彈了手上有盾牌 哇這個水球俊選手直接炸到 那這樣的話小植通跟混選手一二名 其實這一場正光滿有機會可以獲勝的 可是剛剛宣選手被冰球炸到 來自的是競選手隊友的攻擊耶 對 哇這個的話小植通這邊去 欸宣選手 這邊小 天使成功擋住了這個冰球的攻擊 終點線進在眼前身上有盾 成功擋住小植通率先通過終點線 沒有想到我們認為道具賽比較強的 品客防禦少年團在第一場比賽出現了超大的亂流 有好幾次對殺的情況下導致比賽直接送給了正光金絲高 對 而且第一圈可以看得出來對方的攻擊其實吃掉了很多攻擊 沒錯耶 尤其是這種AOE的一個範圍的作用 從後半段就會發揮蠻大的一個效應 那這裡的話雙方團隊到具賽第二場比賽 對 那可以發現兩邊的車種選擇都一模一樣喔 一世紀二鳳凰還有一冰屋 然後這個也是在我們的不講武德也是會用的一個車種選擇喔 那目前正光在開局又拿到前面的位置 但是小時候的胖不是胖 道具賽最後的第一名才是贏家萬物選手在第二 對 這邊的話道具是被前面給吃走了 那前面是一個冰球加一個磁鐵 先把磁鐵給放掉 但是蠟筆選手被瞄準了 手上有盾成功給擋住的行動下有一個蒼蠅加加速 再次一個火焰飛彈變得很緩很緩真的很緩 哇 這裡一個蒼蠅手上沒有防污玉星道具 只好吃下去了 競選手才叫守衛 剛剛拿到第一名的小子東選手在第二名 這裡有沒有機會抄前面競選手的車呢 對 目前兩邊的一個距離都非常的接近 所以先開一個氮氣之後 前操車盾牌 兩個盾牌 這裡小子東目前在第一名 剛剛選擇把水球 這個鬼頭放的時機點其實算還不錯 但對手並沒有被影響到 對 那也是因為這一關算是沒有比較難的一些彎道 所以這個 黃鬼的部分的話是成功的 扛住了 這裡都要混選手 手上沒有攻擊性道具 暫時對小子東並沒有任何的壓力 打算什麼時候做施放呢 沒有打算施放一直拿在手中 看來是對手的道具影響到了小子東的位置 品科目前還是占據比較好的中間名字 小子東一個人要扛全部嗎 可是後面的攻擊道具要快點過來了 忽然的話小子東有可能 他手上的防禦性道具有點多 難不成 終點線即在眼前 手上還有一個盾 這裡直接開下去 通過終點線的話 結果會不會再一個點死 在這個地方 震光金絲高進來2比0 直接剃了品科一個大光頭 哇這個最後最後的結局 出乎大家預料 不過震光也打出自己的風采喔 其實最後一刻萬物是差點上到第一名 差那麼一點一點一點點喔 對其實萬物打得很好 然後中間的話包含他的隊友幾個發揮都不錯 但是第一名的小子東我覺得過得有點太過於舒適 他手上握著兩個盾牌但幾乎沒有按掉 好